在宇宙的漫长岁月中 大爆炸后的数亿年 一切尚处于混沌与黑暗之中 然而 正是在这个被称为宇宙黑暗时代的时刻 最早的恒星和星系开始悄然苏醒 它们的光芒穿透了周围的黑暗 开启了我们所知的宇宙的再电离时期 5月23日 《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 为我们揭开了这一神秘时期的一角 让我们对于窥见宇宙最早期的三个星系 正在形成的壮丽景象 这项开创性的研究 由哥本哈根大学宇宙黎明中心的 天体物理学助理教授 卡斯珀·海因茨博士领衔 海因茨博士及其团队 借助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这一尖端科技 对12个已知的远古星系进行了深入观察 这些星系诞生于大爆炸后的6亿年之内 处于宇宙历史的黎明时期 那时宇宙的年龄仅为其现在138亿年的大约3% 一切都在孕育之中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生机 通过这次观测 我们得以窥见宇宙早期的星系 如何从混沌中逐渐凝聚成型 为我们揭开了宇宙演化史上的神秘一页 研究人员精心挑选了那些 其辐射被当时宇宙中弥漫的 电中性氢气密云所吸收的星系 作为研究对象 这种独特的吸收现象 是恒星诞生活动的重要标志 它揭示了星系 正忙于将这些原始气体 转化为璀璨的新恒星 通过对这些远古星系光谱的细致分析 即它们发出的包含不同波长光的光谱 研究团队发现了确凿的证据 三个星系的光线 正在被大量的中性氢气所吸收 早期恒星的形成 是宇宙演化中的关键一环 随着恒星和星系 从早期宇宙中那些密集的气体 云中逐渐浮现 它们发出的辐射 开始电离周围的气体 逐步将宇宙从一个充满浓密 氢气的不透明状态 转变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清澈透明的宇宙 这一转变标志着宇宙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电离时期 在这一时期 宇宙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为后续的星系形成和宇宙的进一步演化奠定了基础 虽然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之前 已经发现了这一时代的古老星系 但这是天文学家首次见证它们的诞生 以及宇宙中第一个恒星系统的构建 Kexu 宇宙大爆炸后 宇宙开始迅速膨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宇宙的温度和密度逐渐降低 为物质的聚集创造了条件 在宇宙的早期 主要的物质组成是氢和氦 由于引力的作用 这些氢元素开始聚集形成较大的结构 如气体云 随着气体云的密度和温度逐渐增加 它们开始在引力的作用下坍缩 这一过程导致气体云内部的压力和温度 进一步升高 当气体云的核心区域的温度和压力足够高时 核聚变反应开始发生 标志着恒星的诞生 氢元子核开始融合 形成氦 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随着恒星的形成 它们周围的物质继续聚集 可能会形成行星和其他天体 这些恒星和它们的伴随天体 组成了恒星系统 如星团或星系 早期恒星和星系的辐射 开始电离周围的中性氢气 这一过程被称为再电离时期 它标志着宇宙从最初的中性状态 转变为一个更加透明和活跃的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 恒星系统继续演化 星系通过合并和内部恒星的演化过程 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 恒星和星系的演化 还受到所谓的反馈机制的影响 即恒星和星系的活动 如何影响它们周围的环境 以及这些环境如何反过来影响 恒星和星系的形成和演化 这个过程是天文学研究的一个活跃领域 科学家们通过观测和理论模型 来探索早期宇宙的恒星系统 是如何构建的 随着新的观测技术和理论的发展 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将不断深化 这一发现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 关于早期宇宙的直接证据 而且可能帮助我们回答 关于曾经遮蔽宇宙的 气体云性质的关键问题 以及第一批星系是如何出现 来照亮它们的 这些发现的意义 远远超出了天文学的范畴 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 关于宇宙早期状态的宝贵信息 而且启发我们思考生命 宇宙和一切的起源 随着微博望远镜 继续其探索之旅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发现 它们将不断丰富 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也许有一天 我们能够揭开宇宙所有的秘密 我们下期见